- 老婆 - 老婆 - 幹嘛? - 我們去南港車站最近一間很有名的牛排電視牛排好不好? - 好啊! - 頂級和牛喔! - 你覺得我最近人品怎麼樣? - 頂級和牛喔! - 頂級和牛! - 倒霉 - 頂級和牛吧 - 頂級和牛 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这样子还遇到 那真的就是人品很差 福斯的PASSA 算是福斯这个厂牌里面 中高階的车款 所以它的原厂给的可以 给的不错 外面的声音像车的声音 风切声其实都不是很明显 大部分的声音是来自于 自己的态度动声 那柴油引擎 大家最 concern 的点就是 引擎的噪音引擎的震动 那这台车虽然已经十年 但是前车主有在细行照顾 其实它听不到 所谓的引擎的声音 那我现在速度已经踩到了 130-140 你们其实都听得出来 没有听到任何的引擎的声音 刚刚从湖口 湖口段一直到头份这一段 沿路都大塞车 不行啦上个厕所 刚刚沿路这样塞到头份来 油耗还有4.3 哇这个有点恐怖喔 是不是真的有这么省 开了三个半小时终于到台中 好扯喔 不过也是蛮厉害的喔 这台车这样子 塞车塞成这个样子 油耗平均还有4.6 哇 这个可能有点颠覆一般大家的想法 不过我有发现就是 DSG在长时间的 做做我听其实在塞车的时候 确实反应会变得比较慢一点 以便它这个DQ244的 在散热上是比较好的 依旧一样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发生 但是 都开起来都是正常的 没有什么太大 我们就觉得反应变得比较笨 东西 变成功 从下台中交流道到逢甲到东西 然后再从东西要走高速公路回桃园 沿路都是定点 也是因为这样子的机会 可以凸显PASA才有的省油功力 那市区这么塞的情况下 都还有6点多公升100公里 这个车要不是因为 大家都怕人民问题 真的是 省油省到很夸张的地步 前车组是一手车主 但他买这台车总共持有10年 然后总共跑了十几万公里 除了一般基本保养 然后底盘的 基本耗材更换换的一轮 其他的东西基本上都没有遇到这种状况 所以其他说他都开得妥妥的 嘿 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更害怕 你知道吗 哇塞 我没得跟你543 好啦 这就是开玩笑 车内空间的部分是很舒适 然后冷气空调都很舒服 然后隔音 噪音 引擎的噪音 我觉得都一致的不错 濕式的DSG变速箱 我觉得都算流畅 除了起步我不敢重彩 然后再来是路感操控部分 我想德国车都不在话下啊 这个路 特别是这个椅子 原厂的这个包覆性很好的椅子 这个椅子真的坐得很舒服 我等于整整十个小时都在开车 都坐在车上 我的屁股不会痛 我的腰不会酸 这台车我会试出会卖 那价钱的部分我觉得是相对便宜的 所以如果有想要买四门的柴油房车 那这台车可以好好地来考虑一下哦 那我今天影片就到这边 喜欢我的影片请按赞分享 多多留言 订阅我的频道